晚上8点多 好几辆消防车停在大马路上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 附水线冲进火场灭火 经过15分钟 消防人员成功扑灭火势 现场拉起封锁线 组成检查回损状况 虽然这起注容之灾 火势并不大 但发生的地点相当敏感 是刑事局本部 里头存放大量机密文件 还一度传出 起火地点是弹药库 周六晚间8点半左右 位在刑事局2楼的储藏室 传出火警 消防车跟救护车的警笛声 也惊动了附近住户 出不了解起火点 就在刑事局侦查大楼的二楼 里面几乎都是指纹室 存放各式的机密资料 在左下方有一间弹药储藏室 里面的铁架 放着正报用的喷雾罐 空弹壳和过期的灭火器 但没想到却有物品突然冒烟 远警通报119灭火 燃烧面积约一平方公尺 里面都是一些铁架 过期的灭火器 喷雾罐 还有一些我们没有火药的训练弹壳 在我们缴回前 那些弹壳也有放在里面 后勤科长表示 平常储物间的进出 都有人员控管 第一时间到场检查门锁环境 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形 而且整栋刑事局大楼 都是严禁烟火 如果它是装在这种类似喷雾罐的里面 它通常都会蓄积高压 那有一些可能还会有酒精的成分 特别要注意这种喷雾罐 就是最怕高温或被挤压冲撞 警察捷当晚 刑事局却传出火警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 民事新闻中的刑事 刑事局却传出火警